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万一 大际 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无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 GOOD IS WONDERFUL 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 我在股市二十年 靠的不是面子 我们当然想 长得像金城武 对吧 电话就自然很多 可是电话很多的时候 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有没有办法帮你们赚钱 这才是重点 今天是星期五 我要跟各位讲说 你今天看所有的电视节目 看所有的分析 不就在分析两样东西吗 两行嘛 第一行你就说 大半你怎么看 跟你看的一不一样 我给你的股票 到底今天买会不会赚钱 放着会不会让你的钱变多嘛 对吧 有很多人说 我要天天都赚到钱 我要天天都要赚到钱 我要每天都赚到钱 你就可以做当冲的就好了 对吧 如果当冲能连续一直赚钱 你就连算赚二十次 你再来找我就好 对吧 我跟你说 没人可以赚二十次的啦 不要打好笑啦 因为股票市场也很高 所以说股票是怎么说的 所以两行重点 第一行 这个老师他有没有信用嘛 要报的牌怎样嘛 不然其他还有什么 好 那来看大盘 有准吗 我是事先讲的 不是今天来讲的嘛 对不对 有什么今天会去 老师啊 我知道啊 那个外资放假啦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是做多啊 所以今天赚钱也要赚钱 对喔 不就这样吗 今天星期五呢 他就涨二十六点 周线耶 哦 连三红耶 对吧 因为日线连三红嘛 代表什么 我就是要让他过啦 你不要想太多啦 对吧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师要请一位的来 钱就从这里来啊 既然政府做多 他就会做事情了 很多人看到这种讯息都会 哈哈 老师笑死人了 好 你要说大方 大概我相信 再看你如果在市场有打拼过的 你就知道说 这狗有大方 你越打越防 越打越防 央行要打草防 你说什么可怜 我不大相信耶 反正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成年了 你会相信说台湾的房价能压抑的下去吗 不可能啦 因为我跟你讲啦 这个台湾土地会炒作的会变更的 那都不是普通人啦 不大可能啦 不相信我们来 我们私底下来打个毒 真的啊 台湾的草防怎么可能让你打压啊 台湾能变更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啦 我10万岁都要变更一笔土地 农地要变成建地 农地要变成什么 也不太可能啦 因为我老师有钱就好了 我如果买两家 两家这么久 减少去处理就好了 对吧 所以说不是普通人啦 这个 不要说现在的央行啦 以前的央行不是号称五星企的 五星企都没办法打房的 你现在打什么房 这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啦 钱要进来啦 这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啦 我们会升息 我们会跟着美国升息啦 为什么 就很简单啦 我们做外交生理的 你升息我也要跟着升息啊 这样有啥 你不升息我就不升啦 你升我也要跟着升啦 你听到吗 这要做什么 钱赶快进来 钱赶快进来啦 所以我们做股票就很简单啦 如果是股票市场有钱你就要紧买啦 你不要等到没钱的时候 我通通没钱了 央行你升息升到顶了 所有的资金都冠着了 那就没有了 所以明年还会涨啦 真的明年还会涨啦 不要像我经常说我们做股票 如果我们万一 譬如说做三次 就购到两次 最后你那一天到的 你也要贪到啊 对吧 那现在已经12月的年底了 你如果没有 譬如说今年年初通通没有赚到钱 至少你要把握 今年12月要过年到明年要涨的主流股 你要把它抓住啊 是不是要这么贪的钱 我们要勇于任于 说现在已经在赚到我们来赚到嘛 你说像这个 你说的多赚 对吧 所以黄丛仁讲的对不对 其实他讲的也蛮有道理啦 你说外资都不会算电动车大成长啊 不要说外资不会算啊 阿德也不会算 电动车明年到底会生长多少没人知道啊 后年也会生长多少没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他一直生长一直生长 因为从2019年 2019年的10月份 对吧 10月份 那阿德在讲电动车的时候 我看所有的资料 电动车的成长都一直 一直上修一直上修一直上修 因为以前过的 譬如说 譬如以特斯拉框 我要一年要卖个30万台 结果到年底的时候 快要到年底 上修到60万台 譬如说这样 一直修一直往上 所以说外资看错也没关系啦 不过 看错就看错 不要硬押嘛 因为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就外出的一直跟你说 他一直说你买的 他就毁着看错也没关系 他一直要跟你说买就对啦 到今年年大概12月中旬 外资还卖了4千多亿 今年4千多亿 4千9百多亿 如果就加上这几天 搞不好到年底放假之前 搞不好就卖了5千亿 有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啊 可是台湾为什么会涨 台湾为什么会涨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啊 钱嘛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 他贸易战争啊 对吧 美中的贸易战争 就是很多外资 很多台商通通移出来 移出来那个钱很恐怖耶 做生理的青菜都整个影响耶 对吧 所以说新阶段台股都支撑着 所以说他要看今天有什么去 这不是阿德讲啊 现在有两个大人一个做 一个看 别说看败啦 一个就看着普通 一个看好 看好的人 现在又在台湾啦 现在看败的那个 他现在放假啊 所以说台湾会不会涨 就一定涨上去的啊 一定涨上去了啊 就像阿德送给你的股票一样啊 就一定涨上去的啊 就一定涨上去的啊 可是阿德跟别人不一样 阿德不会说 每天都开那个涨停板给你啦 因为阿德要给你的是主流 因为我们做国表就要做主流 因为我昨天送给你的 叫不叫一直噴过年 我只证明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只证明什么事情就好了 就一件事情就好 我给你的你有买得吗 这样 这是今天 对吧 欧陷不开嘛 因为我给你 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你如果昨天 你如果昨天来哪 你有没有买到 能不能买得到 这才是重点嘛 我不用开涨停板的给你啦 我干嘛要开涨停板的给你 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说 你昨天来要资料的人很多 对不对 除非你没有买嘛 如果你没有买啊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就没赚嘛 如果有那一定要赚嘛 对不对 你有得到就一定要贪 为什么我跟你说这种股票 很赞的 为什么我跟你说这种股票 很赞的 其实你想想看哦 我们在做股票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件事情说 这个趋势是对不对 如果趋势是对的 如果位置在低档 你如果要紧买 这位置有没有在低档 来你看一下 大家来参考一下 这有在低档吗 是不是在这样 我才缩小 这缩小在这里 他有没有突破 有吧 有突破啦 所以我告诉你 你看他第四季的成长两倍 去年赚一块钱 今年前三季就比去年赚的更多 第四季又成长两倍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说这种股票 你如果没拿到是不是高兴 而且他现在又加入MIH电控上游的会员 你觉得这样赚还是不赚 所以我经常说 股票你不要小看这些啦 他虽然很便宜 有一天他会变大 你买这种股票 未来你的财富才会变多嘛 那高兴不是跟王翠说的 所以你如果要每天说 我就要贪一个便当钱 当然你去做当充的没关系啦 那如果你真的是说 你有100万 要变成200万变成300万变成400万 那你就一定要拿阿德的股票啦 真的啦 真的啦 今天我史无前例 我跟你做一个约定 因为我要给你的股票 我一定要让你买得到 现在布局是早了几天啦 你今天如果拿到 你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你拿到的这档股票 我才说史无前例你拿标股 因为现在布局是早了几天啦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底已经完成了 像我昨天送给你的 这也是大底完成啦 这真的啊 你来看 这种股票有什么的去 好来 你有的一定 因为我要给你的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 我给你的 这个你一定要买得到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买得到嘛 你买得到买不到 一定买得到嘛 除非你没买嘛 那你买到你今天有赚 那我为什么不开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赚一个大波段 好 所以我就来说 我今天我要给你的 如果你一直喷过年 你没有拿到 那你来拿这个 我跟你约定 这个叫史无前例啦 什么意思 这支股票 你注意 他随时会喷出 他跟那个当初我在介绍以利店 跟至今的时候一模一样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就来说 我们买股票就是买趋势 其他的都不要说 我们买股票就是买趋势 其他的都不用讲 好来 那我就跟各位讲 以利店 对吧 我们买股票买趋势 其他都不要说 我在讲以利店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 老师啊 那支股票错过了啦 错过了啦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啦 我刚才给各位看 所谓人在说的基本面 这支也同样 以利店第四季喷了48% 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 他本来是亏损 去年是亏损 前三季就赚了0.07 这转亏为盈 这幅度很大 本来是一年了 超过一半的股份嘛 现在 转亏为盈 可是他第一四季又喷了48% 所以重点是什么 我跟你说 我们做股票 如果没有做的趋势 你每天堆来堆去很辛苦 所以趋势重不重要 来 我今天告诉你趋势多重要 你看到以利店 对不对 最近1% 79% 我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说 如果你第一次我介绍给你的时候 你想想看多少 我跟你说 你如果有100万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超过365万 200万超过730万 你如果有300万 买到以利店 如果你相信阿德 现在你有1095万 这样比当初的好严败 你一定会说 老师啊 真假 我给你看一段VCR 很久没有看来 以前放了几乎 一二十遍了 来来再看一下 导播 注意 VCR 阿德跟你说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 阿德讲什么 你会记得阿德讲什么 阿德讲什么 我再说一遍 你听我阿德讲什么 我说 老师你逛的这支5票 是不是 自己有关系 我没有关系啦 他是我学长啦 我不是 我不是读台大的 我不是读台大的 可能是高中学长而已嘛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老师啊 你是台大的哦 不是 台大的一定 一定很很会赚钱 不错啦 因为他就很厉害 很会赚啊 真的很会赚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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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兄弟都讨太大了 对吧 我不是啊 我从高中的学长不行哦 对吧 当初在这里 所以这叫趋势 趋势 趋势 趋势你如果管他 你随随便买到那时候这十几块而已 十七块二 那你如果买一百万 现在赚三百六十五万 你如果买三百 现在赚一千零九十五万 所以我们买 我要给你的就是趋势 如果你今天看到你愿意赚趋势赚大波段 让你的财势变多 没关系 你今天看到也好 你星期六看到也好 星期天看到也好 你麻烦你拨通电话 然后阿德给你新的股票 所以我跟你约定 我给你的就是趋势股票 所以你或许现在 现在布局早了一点点 没关系 就像我要跟你讲的一粒店一样 出了一粒店是这样吗 哦 另外老师啊 你买的股票一定都是很好很好的股票吗 不然来你看 这支股票今天拿哦 今天拿哦 那我请问各位 这支股票他贪得有送吗 如果你电话打进来 到今天为止 你轻轻猜猜猜一八万变两八万 变四八万 变四八万变六八万 变八八万 对不对 你不相信 先看短VCR 我再跟你介绍 至今来 老婆VCR 你不用等啦 那电动车你不用等啦 你如等你要看 你一直拨起来 你看 你看 你看看他的股票才多少 四点四亿 买这个比较实在啦 我跟你说 现在小职的人 有钱人来索码业内 我来说会捆出去 真的会捆出去 就有跟你骗 没有 一个便当钱就有了啦 今天超过了啦 我说五十块 五十块 比买一个便当点烧 你还不行 我又没有跟你骗了 对吧 对吧 五十块 比一个便当点烧 今天五十五点一 对吧 我给你的时候是四十七点 八对不对 没有错吧 比一个便当点烧 一根掌停板 买了两根掌停板 你如果抱着三根掌停板 四支掌停板 五支掌停板 六根掌停板 第七支没有守住 第七支 第八支掌停板 我们不要说最高的 以今天的收盘价来 你一张差五十二万 差五十二万 十张五十二万 对吧 一张差五万二 十张差五十二万 你如果买二十张就好 一百四万 三十张一百五十六万 这样有水吗 这样有水 它起涨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这种股票你不买 你要买什么 其实很简单 它前三季算多少 3.06 比去年更好 重点是什么 它第四季成长爆喷五十三 它比前年爆喷五十三 那我请教你 今天如果拉回来 你要不要买 所以说很多股票 如果它现在是电动车 我就跟你说 你一定要买 你一定要买 所以我说 你不管什么时候看到阿德的节目 阿德一定跟你说 我的股票 就是我的股票 不管它今天涨或跌 我都跟你说 那是我的 除非我卖掉 卖掉就算它涨零板 我也不会说我的 所以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大波段趋势 因为我来说 赢家你要做赢家 你要赚有钱 你现在一百万要变一千万 真的要做趋势 你赢家一定要买趋势 好了 你如果要买趋势 今天阿德跟你约定 十五千里 标股你拿 我约定的小支标 阿德带你 我亲自带你 所以这支股票 它绝对比以利店跟资金 譬如说已成长 不输 位置最低 所以说 我跟你说 这种股票随时会喷出 你如果买 不用客气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阿德的节目 是星期五也好 星期六也好 还是星期天也好 只要你愿意一通电话 你就把 约定的小支标 也可以币喔 币到看 你拿回去 我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进来 政治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冲回赢家的行列 超支专线 银耳抱银耳 已发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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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我们 我们两家很辛苦 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 每个月只要三千五 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 就是省教育基金 对啊 什么要买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国家一新鸭 我在股市打拼 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我功务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阿德讲过 我在股市超过二十年 我靠的真的不是面子啊 对吧 我们是靠真材实料 对不对 来 所以说 我跟你说 我给你的股票 我都事先帮你找好了 所以你找阿德 做股票是最安心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打一通电话 我给你的一定是趋势 所以你要做赢家 要赚大钱 一定要买趋势 很多人带阿德 都贪到大钱 对吧 很多VIP跟着阿德 都赚到大钱 反而那些说资金比较小的 他没办法赚到大钱 不是阿德的股票 没有给你 是因为你自己在那边 选来选去 然后再跳来跳去 我今天买就 没去 就买掉 先掉十几万了 好 明天再看到 要扇天啊 太暗了 再堆下去 堆下去 堆到大钱 今天看就开盘 再赚到 所以说 做股票真的不要这样 不要学那些坏的方式 我们要学那些 做波段的 做那个波段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这支股票 现在布局或许早了几天 不过 他大敌已经完成了 什么意思 譬如我跟大家说资金 哪来看资金 我给你资金 这个就是资金 第四季 一样是成长 前三季已经赚赢去年 50% 那叫做爆炭 不过这支股票 哪有可能一直跳空涨庭 一直跳空涨庭 一直跳空涨庭 好啦我们不要说这个 因为你如果说的资金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 很怎样 很恶杀啦 那你不要再 现在去追了 拉回来阿德会告诉你怎么去买啦 对吧 你要看 哇连续七根涨庭板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 阿德老师 我现在知道了 那我要买啊 所以阿德找给你的不是只有资金这样而已 每一档股票都这样 你看一粒店 一粒店我给你的 对吧 第一次给你的 你要想看看 那真的啊 你如果买300万 你现在钱几万了 你想想看 以前是亏损 现在是赚钱 第四季还喷了48% 为什么 因为他营收就喷了48% 大成长耶 那明年耶 如果他趋势是对的 你要想说当初 我跟你说的时候 这17块而已 所以啊 你要的 一定像以利店像至今这些股票 对不对 不要说啦 不要说这过去啦 就算昨天啦 昨天太多人都来拿了啦 对吧 因为最近阿德的股票都很准嘛 对吧 而且播放都赚很多嘛 为什么不要开 其实阿德给你看这张就好了 你想想看 这张股票虽然起涨 对不对 你来看看哦 这个叫第四季成长两倍 去年赚一块 仅仅第四季 前三季就赚赚去年了哦 而且第四季又爆撑两倍 所以我阿德就跟你说 对阿德没错啦 今天你来拿标股 阿德带你好不好 我们的约定 不管你星期五 或者星期六 或者星期天看到的 我跟你说这张股票 随时会噴出啦 所以你打这通电话就对了 那你资金比较大的 请你刷QR Co 阿姨桑 欧巴桑 我来你参照一下 QR Co 留给那个比较大的 我们一样我会照顾你 只要你电话拨通 我带你做小资标码 祝各位操作顺利 下次见